高雄大辽监狱爆发挟持人质案 根据最新消息 法务部长陈明堂证实 六名受刑人全持长枪引弹自禁 典议长陈世智和介乎科长王世仓 两名人质安全获释 历经14个小时的挟持案落幕 这六名受刑人是 郑立德 靳竹生 黄子燕 秦毅明 魏良颖 黄显慎 分别有盗匪 毒品 杀人等前科 12号凌晨大辽监狱内传出枪响 一度误传是警方开枪攻坚 之后警方澄清 应该是受刑人开枪射击媒体的空拍器 并未造成任何伤亡 庄社综合报道